2019年不只是多拉阿梦动画画的40周年,也是人类登上月球的50周年,使得这部由日本畅销作家石村深月担任编剧,以月球为舞台的作品备受期待。 且其科技化的呈现手法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许多新登场的可爱角色也增添许多乐趣,而喜爱静香的朋友,也会为他这次的精彩表现感动万分。 比起多方向的主题,本作以月兔传说为基础,并将重点放在友情线上,还是系列中出现最多学校场景的一部,多重简单易懂的特点融合起来使观众倍感亲切。 而除了和朋友之间的信赖外,想象力也是本作的一大重点,观赏时任何人都能借其回想起充满回忆的童年,也能在未来的世界挖掘更多可能。 作为大山版配音的最后一部,且是改编自原作漫画的故事,从各个角度来看本作都含有丰富的纪念价值。 本次故事使用了倒序法,并连接不同的时空背景,来描述从大熊捡到小狗阿姨到后来创建猫狗王国的故事。 剧情简单明了,小小孩们也能轻松观看,喜欢动物的朋友更绝对不能错过。 主要议题则牵涉动物气氧,以大熊和阿姨之间彼此真心对待的情感贯彻整部电影,令人为之深思,与动容。 而猫狗王国的科技发展也对应到如今社会的趋势,促使观众思考文明和科技导致的惊喜或伤害。 另外,电影中还含有许多伏笔和彩蛋,在一边观赏的同时,也能一边挖掘更多乐趣哦! 本部作品以寻找金银岛为题,新主角的弗洛克和沙拉两兄妹性格鲜明饱满, 而和父母亲之间的羁绊和亲情也正是作中的一大看点,加上大熊和同伴们之间的友情,也再次被强调, 每个人都运用属于自己的特色和勇敢彼此帮助,观看时不禁会因感动而泛泪。 除了刺激的海上斗争外,令人惊喜的细节安排和一语道破的经典台词皆值得再三回味,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能体会到其中乐趣。 更由无牵涉到环境议题,还有你的名字编剧的参与,和主题起主唱星也原来为电影增添许多魅力, 难怪能获得票房好成绩。 顺带一提,本作是《多拉阿梦》电影中第二个推出小说版本的作品, 两相搭配相信对故事情节将会有更深的了解。 此为21世纪中第一部《多拉阿梦》剧场版, 场景为在鸟人国度鸟托邦,描述大雄等人进入这奇特国度后所发生的故事。 当中的新角色为不敢飞行的古司机, 然而他却为了拯救大雄勇敢鼓起翅膀,感动之处由此可见。 加上电影中的飞行比赛也精彩绝伦, 选手们时不时深入洞穴或是穿梭在森林中, 逼真的画面带领观众自意飞翔, 深深沉浸在热血刺激的场景中。 野游屋飞翔曾经是人类遥不可及的愿望, 如今透过这部电影承载的梦想, 与希望,不仅再次带动观众的想象力, 也借由鸟托帮这纯净的世界提醒世人关注环境议题, 注重大自然的一切, 作为学生的课外教材是很好的选择。 本部电影重制旧版本并以机器人为背景, 参考阶级制度和贫富不均的现象来套用于剧情中, 再加上机器人的反攻和抗争, 让观众能够省思时代变换带来的优缺点。 与旧版相比, 新作对于人物的刻画更加细腻, 观看时能对剧情产生更多的连结。 结局部分也因为更注重于感情元素, 加上配乐下的恰到好处, 因此整体惆怅的氛围提升许多, 但在过程中也不乏欢笑的剧情, 是数类中带效的经典之作。 而台词和伏笔还为本剧增添了许多亮点, 所有细节都值得细细品味。 首次将时间设在22世纪的本电影, 以多拉阿蒙的铃铛消失不见接开序幕, 慢慢解释铃铛的重要性和满满的回忆。 和以往较多打大杀杀的画面相比, 其没有实质的反派, 整体较为轻松有趣, 更融入丰富的推理元素, 充满紧张感和悬疑气氛, 观众并可以跟着抽丝包茧寻找真相。 且因为场景主要集中在道具博物馆内, 所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道具, 观看时除了能从中发现许多惊喜, 也能极有编剧的创意提升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还不妨将注意力放在多拉阿梦身上的铃铛替代品, 有趣的发, 想真不禁让人会心一笑。 此外结尾部分也没有过多的深情, 单纯的回忆使人感动万分, 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 相信许多人都对重播无数次的 此马亚王国故事并不陌生, 虽然历史有些微错误, 但充满异国风情的元素为其增添许多色彩。 故事也融合了白雪公主的内容, 更贴近观众的童年, 就连大雄擅长的帆花绳也作为 与剧中小朋友互动的方式, 而登场也让人体会到大雄的温暖之处。 此外朋友是本作的核心, 且一加一大于二的概念, 不断地出现, 例如在惊险的沙塔迪比赛和拯救红红的桥段里, 一开始骄傲自大的王子, 在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后, 也渐渐变得成熟稳重, 懂得为他人助想, 观众也将为之感动。 只不过当中反派角色的形象较为惊悚, 若要让小孩观赏的话, 可能要斟酌一二。 以可爱的云之王国和天上世界为舞台, 而剧情中的诺亚计划则是参考圣经并使用了洪水的元素, 让此电影带有神秘的色彩, 也增加了可看性。 最后的审判情节, 更是高潮迭起, 堪称系列中的名场面之一。 比起其他和环境相关的电影, 本作中的对白和台词带有更深的警示意味, 涵盖空气污染, 象牙买卖和战争等深刻的议题, 正反派之间的拉锯也促使观众思考两面向的优缺点。 而也许云之王国正代表孩童们的梦想和创造力, 所以最后不得已毁坏的情节可能会使孩童的幻想破灭, 但也间接较导则了任何义务的重要性, 如若父母在旁说明, 相信这部电影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以众所皆知的天方夜谭和真实存在的过去作连结, 加之大雄等人使用道具进入故事书中探险的发, 想,使本作风格有趣又亲切, 且因背景而古老的阿拉伯世界, 观看时还能对该时代的环境和风景有一定的认识, 用以拓展视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即便电影中没有太多心惊胆跳的情节, 感动之处也不是太过强烈, 或许稍嫌缺乏深刻的印象。 但不管是主角群互相帮助的场景, 或是描述反派邪恶的地方, 以及辛巴达重新振作的励志性, 都很适合作为孩子的学习教材, 皆大欢喜的结局, 更是定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津津有味。 本部电影以机器人为主题, 探讨科技文明发展所导致的迫害和转变, 可说是与未来世界息息相关。 故事背景设在虚构的白金岛, 主角们穿梭在迷宫中的探险刺激有趣, 所营造的氛围也足够吸引目光, 不分族群都能深深进入情节当中。 不过虽然拥有吸引的题材, 剧情发展却稍微欠缺精彩成分, 偏向于简单的快乐结局, 而弱化了主轴所要传达的概念。 但是大雄等人依靠自身力量拯救多拉阿梦的片段, 仍不失感动, 既是良好的成长范本也让观众更了解他们彼此间的羁绊。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